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题目 何谓身心灵沟通 我们再以这个单元来探讨 让大家了解 到底什么是身心灵沟通 因为现在有一个题目 就是说大家很热烈的 来探讨这个课题 到底什么是心灵深层沟通 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 这一块是属于我们现在 现代人 很必切需要的一个课题 已经发展到21世纪了 正在跑多路线就是身心灵的角度 无论很多种种的不一样的心灵的讲法 所以我在设立很多书籍呢 每一个人讲法都不一样 希望说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课题 让更加了解 何谓是心灵深层沟通 每一个人都有肉体 除了肉体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机械的存在 那就是心灵 心灵呢 心灵呢有一种功能 就是会啊 它组存在这个肉体 里面过去 所遭遇过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里面 它也会 造作方程式 会印算 判别 分析 在透过肉体呢 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的肉体呢 是代表一个工具 内在的心灵呢 它会印作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喔 它就通过身体呢 来表达出来 所以说 很多人呢会提到 身心灵这种概念 到底什么是心 所以心呢 简称为意识 到底呢 什么是灵 灵呢 简称为潜意识 我们以现在的名词 给大家了解 这个意识 这是我们的思想啦 思维观念点啦 我们称呼为心 心在想 心在想 我们内在呢 就称为 潜意识 潜意识等于说 它会组 组存很多资料在里面 然后组存很多资料在里面喔 到了某一段时间喔 它就会浮现在桌面上 浮现在桌面上呢 它会通过身体喔 来表达 所以这个观念点呢 希望我们大家要了解 什么叫心灵 很多人对这个灵啊 以为说 其他那些无形众生啊 无形众生也是用这个名词 现在我们讲这个心灵呢 是讲我们内在的心灵 不是讲外在那些灵体啊 那一类的观念点 所以很多人对灵这个字眼呢 产生很大的误解 所以导致呢很害怕 以为听到灵喔 心灵沟通 就很以为是通灵的关系 好像啊 那些灵来附体啊 所以很多人不敢来接受 希望大家不要了解 更加了解清楚 不要以为说 心灵沟通是什么附体啦 有些听到好像 亲人啊 对话啦 好像真的亲人附在我身上了啊 和你谈天降啊 不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我们要了解心灵 是主藏记载的记录档案 用简单说 好 我们来分析喔 心呢 我们拿一个摄影机来比喻 镜头呢 代表它会射很多画面进来 包括音声啊 整体的过程呢 都会拍摄下来 好 然后整个摄影机的机械体呢 就等于说身体来的 整个结构的身体 里面呢 它有很多灵件 好 有一部摄影机呢 主要重点是在哪里喔 假如它没有这个母带喔 没有这个母带在里面呢 你如何拍摄 它完全不会记录 你怎样拍它都没有任何东西 表面上是可以看 但是里面没有记载任何的东西 灵呢 我们说心灵的灵呢 这等于说 你里面有一个母带 有个母带存在喔 然后通过我们的心 通过我们的眼睛 耳朵 接触 眼耳鼻是声啊 全部接触呢 输入 进入了 在你的母带 主存在里面 好 当时呢 你输入了很多 这样的画面啊 声音啊 种种的动作啊 你不知道好还是坏 本来你只是在外面拍风景 什么都拍 但是你那个母带呢 就主存了喔 它是没有时间的 你放多久呢 等于说这种记录呢 还是存在的 好 你自己很早之前 已经拍摄下来 你也不记得你自己拍过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摄入什么进来了 你也不知道 好了 经过一段某一段时间 忽然间你看到家里 这么多袋喔 到底拍了什么东西 我随便拿一个来看 一看到 奇怪 这是几时拍的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画面 有这样东西呢 是我拍的吗 还是谁弄给我的呢 等于说我们内在呢 潜意识 老早就记录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 好 假如你不明白 你不是很在意它咯 它就随着我们时间观念 随着你的生活不断在发展 正面的 你更急急喔 负面的呢 你的生活就很潦倒了 很困惑了 到底为什么原因会产生 所以说心灵呢 这两个字等于说我用 这样的解释 让大家了解 它潜意识里面喔 所记载喔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观念 它只说已经记载在里面 说过去未来 现在全部也可以说记载在里面了 等于说我们今生 和我们的来世 和我们的来世 虽然还没有到喔 来世啊 但是它已经记载了 但是我们的过去喔 很多生 很多事喔 所碰过的 所遭遇的 它也记载在里面了 说到说我们今天来探讨 这个心灵的观念 让大家了解 了解了后 我们呢就容易来处理了 想到连心灵都不了解喔 你要如何去处理呢 这观念一点 希望大家明白 好灵呢 我们可以分到两个层次喔 一个是心灵 另一个呢 是心灵的具体化部分 就是基因啦 我们讲基因 也可以称为因子啦 佛教呢 有些人称为种子啦 每一个人的名词不一样啦 我们以现代的语言来表示呢 用基因还是因子的角度 来解释 大家就更容易明白 什么叫心灵呢 所以说我们的心内心里面 全意识啊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基因 记录档案在里面 灵呢是一种内心的 心灵的力量喔 是我们的灵性 可是呢 我们的灵性喔 必须喔 用具体的方式 来呈现他自己 要用他的灵性 具体的 来呈现他自己的方程式 一个过程 他基因呢 本身呢 有着很复杂的结构 所以说 并非啊 所有的基因啊 都处于活动状态 有些基因呢 是活动的喔 有些基因呢 是不活动的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喔 现在我们目前所感受到的 比如说情感问题啦 失业问题啦 还有种种的身体的疾病问题啦 这种基因呢 假如我们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 它已经开始活动了 另外一种呢 是已经在主场里面 在全意识 但是还没有活动 所谓原因还没有活动呢 它还没有遇到 时间的因缘 假如它遇到因缘呢 它会活动了 开始活动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基因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 它会 正在活动当中 另外一种呢 是还没有活动当中 不是代表它没有活动 就死掉了喔 它时间到了 它还是会活动的喔 假如我们没有去处理 那是还没活动的喔 往后到佛活动的时候喔 我们就会遭受种种的不如意喔 心里不舒服喔 身体也不舒服喔 它来自哪里呢 我们无从之道喔 所以大家了解这个基因的过程喔 好 基因啊 那在潜意识里喔 如果是负面的喔 而又不被处理喔 等到因缘成熟喔 就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疾病啊 事业啦 婚姻啊 乃至人际关系 都会产生喔 所以心灵沟通呢 心灵沟通呢 并非喔 真正的改变了基因的 基本组成 只是啊 去调节 基因 让不好的基因呢 呢 停止表现 而好的基因呢 它得以表现 所以我们内在的潜意识的基因喔 它有好的 有不好的 这叫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说正面的在活动呢 欸你很顺利喔 你整个人所处在的生活状态喔 欸很喜悦 假如负面的基因呢 在活动呢 欸我们每个人呢 所遇到的种种的 哇很不舒服 又不知道如何是好 现在知道 比如说 你 创造个事业 你是创造 去投资 但是 一路是失败 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 就是因为内在的基因 照着你的方程式来活动 好 假如你是成功的基因喔 在 活动喔 欸 你说无论投资什么喔 就算你没有眼光的去投资喔 都会成功喔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 有种子在发展的 基因在发展的 基因在发展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内在也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所以我们先了解 负面的了 欸我们不要让它继续再表现下去了 停止它这样的活动喔 就是说改造掉它 就是说改造掉它 我们再以正面的来活动喔 所以说 你假如想要消除它 那绝对没有可能 坦白讲 基因已经输入了 等于它已经在里面了 我拿一张白纸来说 一张白纸 本来是空空什么都没有 忽然间 你开始要画画的时候 我们讲 白纸里面 画东西下去也是很容易喔 要擦掉它喔 不是这样简单喔 就算你用很大的力量去擦喔 到最后还是有硬存在喔 所以我们要看 比如说白纸里面已经有黑点了 你想要想尽办法将这黑点消除 你说要画多少力量呢 好 我们明白了 黑点会影响到我们往后整个发展 我们现在就不要让这黑点继续发展下去 好 我们呢就来改造了 改造它 不是改造这个黑点喔 我们可以美化它 这样画一个很美丽的图案 诶 那个黑点呢 就形成一种动力了 你假如不看到这个黑点 你就不会改造它 然后呢画出一个你心里面所想的一个很美丽的整体的图案 诶 就包括了那个黑点也在里面 形成一个很美丽的图案了 人生的生活过程呢 就是这么样的道理罢了 不是想尽办法是消除它 等于说白纸就是我们的整个身体了 你出现状况了没有理由将整个身体灭掉了 再画 再拿过一个新的再来过 这样你是没完没了的了 干脆我们这个身体已经有黑点了 我们如何去美化它 如何去改化改善它 让它产生更美观 你的品质 你的生命 你的价值 诶 更有意义了 心灵沟通呢 等于就是这样的观念点了 去看清楚黑的点了 然后你如何产生一种作用力 所以我们就不是要去消灭它 就不像一般宗教讲 哇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想尽办法消灭它 等于要去解掉它 你说可能吗 你要用多大力量它还是走不开哦 它还是在里面哦 心灵沟通呢就不是这样哦 说通过另外一种方法 等于说三个方法去改造它 哪三个方法 善愿 善法 善行 等于说我看到里面一个黑点了 我首先我有个善的愿 善的一种思想想法了 我都有个愿望 然后呢 我有个很善良的一个手法 只要一个方法的意思了 然后呢 我有一个善行的很好的一个行动 我重新好好在美化它 然后这个黑点呢 就完全改变了 你就不会被黑点影响你的整个图案的过程了 你往后所有的改变了 看起来是很美丽了 所以你也不是在乎那个黑点的问题了 因为黑点已经形成着作用力了 你当时假如没有这个黑点 你今天不会改造它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点了 然后才有办法去改造它 这改造呢不是消灭哦 不要弄错咯 心灵沟通呢也是这样的用意哦 让你看到你自己一个点了 然后呢你想要办法如何改变它 然后你就不要照着黑点来发展过生活了 你才可以改造到完全变了 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心灵沟通等于是这样哦 所以基因的本质呢是什么呢 记住哦 基因的本质是信心希望和爱 它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的 它基因里面本来充满信心 基因里面充满很多希望 和充满了爱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来为我们人生服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内在的发出了 和你在生活服务哦 不是你的思想在服务哦 大家了解这个点了 那么呢 身心灵呢 如何来应作 我们用一个大家常见的东西哦 来形容哦 各位都看过电脑哦 说电脑有荧幕有键盘啊 有机体啦 有扫描机啦 有列表机啦 这些硬体的结构呢 就跟人体哦 人的肉体结构没有什么两样 它也会看 会听 会写哦 会计算 唯一的不同的是什么 它跟肉体的结构不一样 造型不同 重量不同 所以说电脑呢 有一个主机的功能的存在哦 这个主机的体里面呢 会有记忆这部电脑 过去所输入的各种档案的资料 哦 他注意这个 根据他的记忆呢 他也会 应算 哦 判别 分析 哦 所以啊 跟心灵的结构呢 是非常的相似的 哦 等于说我们人体呢 记录里面的电脑答案也是一模一样 既然电脑有硬体哦 说那是谁在操作这部电脑呢 是人 是人在操作 人就如同电脑的灵魂了 人呢 赋予电脑生命的 以及他的精神 如果人呢 不去操纵他 这部电脑呢 只是一堆 电子零件罢了 不及任何的意义存在 你只看到一部 电子零件了 你要它发挥功能呢 就你去操作它 在电脑里面 它已经有档案存在了 有软体存在了 你才可以运作它了 假如没有 只是电子零件有什么意义存在呢 我们人的过程 集体过程 身体 都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 所以了解了这个观念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现在的生活现象 所以我们目前的生活现象 大部分 都是属于果的现象 因果的果 什么是果呢 比如啊 目前啊 你感情出了问题 感情是果 或者呢 发生意外 意外是果 或者呢 一笔钱了 被人家骗了 被骗钱了 是果 甚至生病了 生病也是果 它已经呈现了画面给你看了 在电脑里面输入的资料 然后呈现画面给你看了 内在没有这个资料 你的荧幕上呢 根本没有画面给你看了 等于我们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意外的过程 乃至我们生活上总的观念点 都是什么 都是果 果来自哪里呢 它一定有因 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个 从果里面找到这个因 去化解它 去改变它 既然有果 就一定有因的存在 所以佛家呢 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就是说 一知全是因 今生受者是 一知来是果 今生做者是 佛陀当年呢 最初就讲这句话了 有因果观念呢 最早呢 都是释迦牟尼佛提唱的 他就看到这个观念点了 然后这句话呢 形成到我们现在咯 很多人对这四句话呢 不了解 也不清楚 最多简单 我看到很多佛教徒 乃至法师都好 他对这四句话 最多会讲因果两个字 他的因果观念是什么 是善恶报应 造什么因得什么果 最多是这样罢了 再生一层呢 他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 好 今天呢 我们既然来探讨到这个块 心灵哦 和因果也有关系哦 就是等于说 我们的潜意识哦 有这样的档案记录嘛 就是我们的基因哦 存在了 我们要如何去了解它 好 我们就以佛教这句话呢 来分析 好 你听我分析哦 你就知道了解 更深一层的看法 这四句话的用意 这是要是包括我们整个人的 整体哦 今生的好 来世的好 全部包括在里面 一生的过程哦 好 首先第一讲 一枝前世音 这句话 首先呢 要知道前一段时间 所发生的事件 一枝不断的往下找 找到最初的音为止 他一定有第一次开始输入的嘛 所以这个一枝呢 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知道 前四 这两个字叫前一段时间 所输入的音 整句话 这重点在这 前四两个字 很多人一听到前四呢 哇 就想到 这么老远的事情 我哪也知道呢 很多对前四两个字哦 误解的太深了 其实前四两个字是很简单的 我们不要看得这么复杂了 当时我在研究 我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将这这么多个字 这五个字哦 来分析哦 首先五个字 一枝前世音嘛 我在这五个字下手 一枝叫我想要知道 我等一下知道呢 我等一下知道呢 哦 一枝前四这两个字 我们在这分析 一枝想要知道前四 前四等要搞呢 我也搞不清楚啊 然后想要知道音 到底什么是音呢 这五个字在分来分进 重点 手就放在一枝 排除掉了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 既然这两个字是没有作用 你想要了解这个音 你也没有办法了解它 等于说 只有在前四两个字来 来下手 我当时就看前四 前四 前四 要等于来解释 好 我就查字典哦 就将这个 两个字呢 什么叫前四 首先呢 知道这个四 世界的四 我在字典里面拆开来看哦 把它打开来看哦 就是说二舌 先说二舌 中国字是二舌嘛 加 二舌加一 就等于三舌 叫做四了 三舌 叫做四 等于说 三舌叫四 二舌再加十 等于三舌 就是一四 自然 三舌 就是一四 这个四 就指什么 指时间呢 就等于说 首先 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知道 前四 就是前一段时间里 所做过的事情的因 这样来解释呢 你就知道 一知全是因了 这句话 哎 你就不会被前四 哇 这么老眼的干什么呢 都看不到啊 所以说一知全是因 原来是说 我们首先 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前一段时间 所事情的因是什么 就可以了 你这样你就容易了 这一知来是果 来是就是下一段时间的果 比如 你有前面煮饭的因 我们知道哦 我有前面煮饭的因 自然就有吃饭的果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去煮饭呢 我下一段时间 我哪有的享受那个吃饭的果呢 就是这样简单了 这样就不会推到很远去咯 所以说煮饭是因 吃饭是果 这很自然道理 所以说这就是一知全是因 和一知来是果了 好 清楚了这一点呢 就容易处理因果了 所以佛陀当年呢 要我们深信因果的理念呢 就在此 你要深信因果理念啊 就是在此 你今天所感受到的 所以就是这样来 好你看下一段话就在讲 好 再来说 今生受者是 今生做者是哦 今生就是今天 生活上所做的因 会有下一段时间 所得到的果 就是今生受者是 今生受者是就是果吗 今生做者是就是因吗 刚才前面讲 一知全是因吗 一知来是果吗 这一个因一个果 今生做者是是不是因呢 今生受者是是不是果呢 你再四句话 把它再吊乱再拆开来 一戒起来看 就很明白了咯 这四句话 就讲得太清楚了 不过了咯 所以说 所以因果呢 是不能分开的咯 有因就有果 所以因果呢 是不断的循环 这就是因果链 它不断接下去 果变成因 因变成果 不断形成形成形成 导致我们今天 这样你能明白 我们今生就讲 一知全是因今生受者是 这句话 我现在在生活 所感受到的是什么 肯定有前面的因 一定有前面的因 我假如没有前面的因 我现在不会感受这个果 但在因果这段中间 还有一个问题 颜 颜就得时间 颜是时间 比如说 我的内在 潜意识 有一个这样基因的种子 有个这样基因的存在 有什么基因 比如说 你老师听到一句话 王八蛋你去死吧 你一听到这句话 你会等一样呢 你还很不舒服 你真的很想死 好比如说 你今天去上班 你去上班 去A的公司再上班 你听到有的上司在骂你 王八蛋你去死吧 然后听得很不舒服 然后辞职了 我不要做 不做了 然后就跑到B的公司 然后遇到你的上司老板 又在骂王八蛋你去死吧 你又受不了 你又离开了 然后到C的公司在 又碰到上司 又一样从一样骂你 王八蛋你去死了 这些所形成全部是什么 是果 不是ABC公司对不起你 你不要弄错 它只是个言 你内在有一句很在意这句话 你一听到这句话 你受不了 明白吗 好我们就往前追 到底从哪里发生的呢 好比如说你在小时候 听到当时呢 爸爸和妈妈在吵架 你听到爸爸骂妈妈 王八蛋你去死吧 当时你就在输入咯 你就看到爸爸骂妈妈 听到这句话这样 意思 输入到你的潜意识 记载了咯 现在你长大咯 出去上班咯 你老板在骂你 你的上司在骂你咯 不是你老板上司得罪你咯 是你有这句话的基因存在 然后就照着发展 碰到这个因缘了 或者果报你整个身体了 情绪波动 很受不了 原理就从这样来 好 这个是不是最早的因呢 也未必哦 它可能也是个果 好我们往更早之前 可能回到胎儿时期 可能在胎子 妈妈就在肚子 你在妈妈肚子里面 爸爸就习惯了那个口头禅 凡是不如意的时候 就骂妈妈 王八蛋你去死吧 当你在肚子里面 就听到了咯 这个完全是 来自今生的基因种子 最大来源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好 你在妈妈肚子 当时是骂妈妈 不是骂你哦 你听到完全是 以为是你哦 因为你们听到 中文人讲说 母子连心吗 母亲和孩子是一条心吗 当时爸爸骂妈妈 等于说你也为是爸爸骂你哦 然后你的潜意识里面呢 就已经记录这个 档案的资料了 我们称为叫基因了 来自今 好初次了 不断又在看到了 一路到现在长大了 所看到的时候 全部叫果 我没有清楚了 一定的 回到最初那个音 就是胎儿时期 所以我们说 一之前是音 就更早咯 你还没出世界 这个叫前一段时间 妈妈妈妈第一次骂的时候 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就从那时开始了 你假如没有解决这个基因哦 你往下发展哦 所有感召的全部是失败 听到很不舒服这句话 就从这样来的了 我用这样的方法知道 今生受者是 现在今天你说受者是 就是来自什么 来自当时你在妈妈肚子 可能一两个月大的时候 就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输入种子 输入的基因来源 就从这样来的 然后你也不知道哦 你照着这样来发展哦 也才导致你今天这样的生活 我用这样来解释 你就知道了 好 既然明白了 我们就要去改造它咯 因为我们完全复制嘛 照样复制这个基因 来发展过生活 问题点这样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然后我们要清除掉它 不断帮它释放它 复权掉它 让它明白 不要再继续复制下去了 不复制下去 你就改造它了 改造你不会再在意的 根本当时爸爸骂妈妈 不是骂你 给他明白哦 这句话是爸爸骂妈妈妈 不是骂你 因为当时你还没有出事 他完全明白过后 哦 原来 为什么我听到那句话 会形成我今天这么不舒服呢 原来是来自当时 爸爸骂妈妈妈的时候 然后我不再造主了 一只来是狗 我想我下一段时间的果 好呢 我现在就改造到它 就今生作者事了 今生作者 今天我就改变了它 我不要造主它再来发展了 我完全有个新的概念 新的思想理念 我不会被那句话影响了 就算人家骂我 骂到你即使 与我没有关系了 就是这个原因 再来讲另外一个角度 一个人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和别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五个人在一起了 五个人在一起 同样骂一句话 四个人没有问题 是你一个人有问题哦 为什么你一个人有问题 因为你本身前一次 里面就有这样的基因啊 那四个人他没有啊 但是四个人没有这个基因啊 你骂不过我的时候 不是骂我啊 当时人家没有可能是骂你嘛 五个人一起 人家讲那句话 你认为他是骂你哦 就产生你 哇不舒服啊 老师为什么针对我 然后再去B的地方 你们也是五个人在一起哦 又同样听到 那四个人没有事情 还是你一个人有问题哦 这问题点是你本身的 不是四个人哦 也不是骂那个人哦 是你自己本身的 所以我们不断 记录这计划来发展 形成所有的过程 就叫果了 你明白了 我一直来自我 我知道我下面的果好不好呢 下一段时间 我完全精神做的事 我不要再造 不要造作他的事情 再模仿制造出来的 这样完全你就清除掉 你的一个因果观念了 明白了 不是清除那个基因啊 是完全清除你的因果观念 是你的思想了 我再听到这句话呢 在我思想 不会影响了 就是这样的观念 心灵沟通啊 整个过程 就是这样的一个了解 然后我们就完全到 原来佛陀当年就已经讲了咯 在三千年前就已经讲了咯 不是只三二报应这么简单 做三 做三二报 做二 做二报 所以说佛陀佛陀讲了咯 假如我们能够了解这四句话呢 好好来应用过生活呢 你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了 你的生命更有价值哦 你人生观念更有意义咯 所以说这句话 包括所有一些宇宙的真相 包括我们一世人 全部在里面 你看佛陀他本身也有因果啊 他也会遭受被人毁谤啊 被人攻击啊 被人谋害啊 他也有啊 但是他很清楚啊 他知道 哎我今生所碰到这个因缘是什么 他会马上内观看回自己 哎我不受影响了 什么因缘形成的 他看得很清楚哦 等于说我们帮个案呢 通过沟通呢 回溯到前世就看着 哦原来是来自这样 当年佛陀是自我回溯了 我们现在呢就简单了 有沟通师来引导你啦 就不要靠你自己摸摸摸摸摸很久的摸不出来啦 就是这样简单啦 以前只要你功夫啊 自己可以哦 可以哦 今天碰到这个人 为什么老是攻击我 老是骂我 什么原因老是骂我 像我做来做去 还有骂我 好 我们在骂我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骂我 靠自己嘛 你靠自己嘛 你当姐姐 好 今天我现在找一个沟通师 来 你帮我沟通 我现在很在意什么 我被人家骂 好 从这个骂的点往前追追追追 哦原来看到当时那时我先骂过他 没话讲哦 然后我再碰到他 我不会在意他了 我也不会讨厌他 也不会厌恨他了 因为想到要报复他了 就是这样应验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有内在的 我们不知道啊 靠你自己 你很难去了解 所以有一个人在引导你 你就容易很多 你完全配合那个引导者 就是我们扮演沟通师的角色 就等到完全你配合他 你照着看 看清楚 完全答案你就解开了 解开你再回去 再碰到那位人 你不会在意他的 你也不会厌恨 可能你回去拥抱他 你会很感恩他 原理就是这样了 所以说完全在潜意识 离不开这个因果的观念 每一个人会遭遇 就是这样 包括婚姻感情 你想想想 我们讲 整个地球65亿人口 怎么65亿才一个碰到 你假如说巧合 那个巧合太厉害了 0.001%被你碰到 你幸运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比重彩票更幸运哦 我其实说不是巧合了 大家彼此都有一个因缘存在 有一个这样的基因存在 今天你碰到他了 善的也好 正面也好 负面也好 都是这样讲的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都不是巧合了 65亿才你们几个在这里 巧合吗 我看不是巧合吧 都是有一个因缘存在 今天有一个时间的缘 大家聚在一起 今天你来上我的课 也是一样 今天你听我来讲座 也是一样 是看越亲密到什么程度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 假如是怨恨的 我们叫做怨恨 很亲密的 亲密带着一种怨恨 你明白吗 假如是恩 叫恩 亲密当中有带着恩情 所以说看每一个人的 所接下来的 不一样 但是在观点点 我们一定要说 先要了解 今生受 今生我们所感受到的 一定有来自前面 假如没有前面 我们就没有现在的感受 这是最自然的法则的道理了 你明白了 我们说先给一点时间自己 不要碰到事情马上发作 先好好三分钟了解一下自己 三秒钟了好 太慢了啦 三秒钟了 好给一次三秒钟 看看一下自己 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会碰到他 然后你就慢慢会看起来 所以原来是我自己本身 感召回来了 感召回来了 因此佛陀说这一段的目的 是要我们了解前面你造作的因 是现在所受的果 知道过去的因就能改变了 你知道过去 你现在就能改变了 可以创造现在的因 未来你就会得到了果 所以众生呢 所有的一切呢 都离不开这四季化 所以你们讲到学佛来说 是佛教徒来说 你们了解这四季化 可以演变到所有的 佛经看不看你都可以了解的了 无论你碰到任何 都是讲这四季化了 你可以当这四季化好好地应用它了 你比佛陀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了 你就是佛了 佛陀当然也是这样 他所讲一切都离不开这四季化了 因缘果报了 有因有缘才有果 你才会受到这个 报就是你所享受的 明白吗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以现代话来说 这四季化的过程 我们以现代话来说 我们就不要讲 意志前世因今生受止事了 我们讲现代的 人世前世合作今生共同生活 也是今生合作来世共同生活 就对了 这样你知道这四季化本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今生和前世 合在一起来生活 也可以说我们今生和来世 也说合在一起共同生活 这样我们就不要讲到很长时间了 不要讲很长时间 就讲这么短暂就是 昨天和今天合在一起过生活 就对了 昨天就代表说是前世了 现在就叫今生了 明天我们假如还有命来说 大家可以见面 今天和明天又在合在一起 又在共同生活了 这样这四季化不是很简单了吗 那有什么很高深莫测 好像很玄妙摸不到边 其实这四季化就这么再简单不过了 大家明白了 要看前世很容易 是不是 要看前世很容易 可以吗 我可以看前世吗 以前我们每次沟通的时候 很多个案来问我 我想看前世 可以看得到吗 我说可以 真的可以吗 我说可以就可以了 昨天是要怎么 昨天是不是叫过气呢 对对对对 那不是前世了吗 已经前一段时间是过气了 我们叫过气 那不知道前世是什么 你不是看到了吗 再想早一点 今年年初一 我更早 你一样也可以知道 年初一我在做什么 那个不是在前世了吗 这样你就不会被那个时间卡住 我以为我那时还没有死之前做什么 就是说今天有人问我 师父我想要知道我的前世做什么 他说他们都要问神这样你知道吗 以为我这个神这样 我师父我想要看到我的前世做什么 我前世做了什么 今生会这样 我说你沟通吧 很多人呢 还背这两个字呢 前世也要看得更长时间了 其实在我们观念的那点呢 根本不是很长时间 是你的资料档案你就记录了 你只是打开来看罢了 打开来看你就很清楚很明白了 就没有什么很悬 很悬的那个观念点 以前人家看到前世就要打坐要路定 才可以 还是要通过被人催眠才可以 那我以前我在研究 当年两三千年前 释迦摩尼佛的时代就做到了 为什么我们三千年后两三千年后 我们现在做不到呢 你再想想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 你看外国西方国家 人家已经用催眠的方式 也可以了解到前世了 真的可以看到了 我们告诉你 催眠也是意识清醒状态的 和我们心灵沟通一模一样 你不要以为他躺在那里什么都不知道 也很像你看到我们沟通 你闭上眼睛 人家也说什么不知道 也是一样知道的 他们也进入一个某一种状态 放松他完全放松自己 也就是随着催眠师的引导 慢慢去看回他自己的故事 一幕幕后出现 你看人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 也可以达到了 为什么我们佛教现在达不到呢 是不是一定要每个人修禅定呢 你叫他年纪这么大的去禅定一下 我们年轻的禅定不了 不要叫他年纪大的才可以 你也要